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于非洲金融科技巨头flutterwave的最新动态 CEO Olagbengal Agbola在遭遇不实指控后 重整旗鼓 致力于重建公司信任 并引入前花旗高管担任CFO 推动支付服务的扩展 让非洲的支付系统更为统一 接着我们来看看香港的IPO市场 随着新一轮的上市改革即将实施 前证监会主席Tim Lui对香港重回全球IPO领先地位充满信心 并期待吸引更多优质企业上市 进一步提升市场活力 最后我们报道了波兰知名便利店Zapk的上市消息 该公司在华沙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为波兰股市注入了新的活力 市值达到215亿资裸提 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的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CNN报道 Flatterwave自2016年成立以来迅速成为非洲初创企业成功的典范 2021年Flatterwave获得了独角兽地位 估值超过10亿美元 2022年则通过融资2.5亿美元达到了30亿美元的估值 然而随之而来的职场欺凌和洗钱指控对公司的声誉造成了冲击 尽管Flatterwave否认了财务不当行为 并表示已采取措施解决骚扰投诉 但公司形象受损 CEOGB Akbola表示 Flatterwave已从风波中走出 致力于重建信任并加强公司治理 公司近期还任命了具有丰富经验的首席财务官 Metash Puppet旨在为公司带来更高的结构化管理 以应对合规性和风险管理的挑战 此外Flatterwave正积极扩展在非洲的支付许可 以促进跨境交易 努力实现非洲支付系统的统一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SFC即将推出的上市改革将吸引更多大型IPO 助力香港重新成为全球领先的IPO市场 SFC主席Tim Lui表示 香港目前有超过100家上市候选公司 若能再出现几宗大型IPO 香港将有望重回IPO市场的顶端 尽管近年来受到高利率和中国股票估值低迷的影响 香港的IPO市场仍在逐步恢复 最近家电制造商美帝集团在香港成功融资46亿美元 推动了香港在全球IPO排行榜上的排名提升 Lui在告别媒体采访中表示 SFC将继续致力于推动跨境交易和绿色金融的发展 期待新任主席Kelvin Wang能延续这些使命 雅虎美国报道 汤普森学区正在寻求选民支持两项学校融资措施 分别是2.2亿美元的债券和一项无债务的持续征税 债券资金将主要用于高优先级的维护需求 教育提升和学校安全等项目 而无债务的征税则用于改善教师及其他员工的薪酬和福利 学区计划将部分一般基金中的资金转移至新设的征税基金 以便为教师薪酬提供支持 预计若两项措施获批 汤普森学区内的房产税将会增加 学区还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应对学生人数增长 可能通过改建现有学校或建设新小学来解决问题 通过这些措施 学区希望提升教育质量并吸引更多优秀教师 The Telegraph Opinion指出 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可以成为一种解放 特别是在投资方面 作者以伍迪艾伦的一句名言为引字 强调无论我们对未来的预测多么自信 市场的反应往往会出乎意料 以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的市场表现为例 尽管当时的普遍预期并不乐观 但S&P500在随后的两年中上涨了30% 作者回顾了过去五年中发生的重大事件 如全球疫情 乌克兰战争和通货膨胀等 强调我们对未来的预见能力有限 因此建议投资者采取多样化的投资策略 并定期进行投资以应对市场的波动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了 香港政府放宽抵押贷款政策 以期激活低迷的房地产市场 财务秘书陈茂波表示 新规将提高购房者的融资比例 预计将为市场带来积极的预期 尽管近期香港的住宅和商业物业价格大幅下跌 但政府相信通过调整债务偿还比率和融资比例 可以刺激购房需求 虽然一些分析师认为市场全面复苏 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但他们也指出利率下降和中国经济的走向 将对买家和投资者产生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 市场的高库存水平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 Economist报道了波兰便利店连锁 Sepka的首次公开募股IPO 这对波兰股市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Sepka的母公司CVC在华沙证券交易所上市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估值达到215亿资罗提 约合55亿美元 这一交易不仅让投资者有机会参与波兰最受欢迎的零售品牌 也为波兰疲软的股市注入了新的活力 Sepka在波兰的广泛分布 使其成为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预计这一上市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关注波兰市场 南华早报报道 一位来自中国江苏省的31岁男子周先生 因其豪华梅塞德斯 麦巴赫汽车出现漏水问题 而引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时尚潮流 他花费215万元人民币购买了这辆新车 但仅两天后就发现仪表盘发出异常声音 并在下雨时漏水 尽管他要求经销商检查 但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经过数月的投诉无果 周先生决定用便宜的三色防水不覆盖车辆 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一举动 迅速吸引了众多车主的模仿 形成了支持他的潮流 他表示如果能够获得全额退款 他将把收到的赔偿金捐赠给贫困学生 帮助他们的研究 CNN报道称 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的临近 比特币和民营股 交易者们对特朗普的连任表示乐观 推动比特币价格一度飙升至三个月来的最高点 特朗普的言论和副总统哈里斯对数字资产的支持 引发了交易者们的关注 尽管特朗普的加密货币平台推出时 反响平平 交易者们仍然对特朗普的态度变化表示兴奋 认为他对加密货币更为友好 随着选举临近 市场波动加剧 投资者在不断进行交易 希望在动荡中获取利润 分析人士指出 市场的波动不仅源于零售投资者 专业投资者也在利用复杂的交易策略 进一步加大了交易量 经济学人揭示了伊朗 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资金来源的秘密 尽管外界普遍认为 伊朗因制裁而经济拮据 但实际上每年都有数十亿美元的 非法石油销售收入 流向全球各地的银行账户 这些资金不仅支持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 还为乌克兰的俄制无人机 和伊朗的核计划提供了资金 伊朗的秘密石油交易 已经导致多次危机 并可能在未来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显示出其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深远影响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视频游戏市场在第三季度 创下了历史新高 主要得益于该国首款3A级视频游戏 黑神话 悟空的成功 根据中国印象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出版委员会的最新研究报告 第三季度销售额达到了918亿人民币 约合129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的842亿人民币增长了8.95% 这款由杭州的游戏公司Game Science 于8月发布的AAA游戏 目前在Windows和索尼 PlayStation 5平台上可用 黑神话 悟空不仅推动了国内销售 还因其全球受欢迎程度 促使中国开发的游戏海外收入增长了近21% 达到了51.7亿美元 根据游戏市场研究公司VG Insights的最新数据 通过Steam平台发行的黑神话 悟空全球销量已超过2100万份 为开发商带来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 使得相对不知名的Game Science 跃升为Steam第12大游戏发行商 仅次于Valve 电子艺术和玉璧等知名公司 与此同时 中国的移动游戏销售在第三季度 仅小幅增长了1.21% 达到657亿人民币 此外 市场监管机构国家新闻出版署 在今年前8个月批准了850款国内游戏的许可证 而去年同期为609款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6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6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6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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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